北京決定與其成為荷里活的全球競爭對手 不如努力成為其全球的審查員 美國著名藝術和文化評論家 馬沙貝勒斯在最近一篇文章中這樣說 在過去十幾年來 中共一直是通過荷里活輸出其意識形態 貝勒斯說北京一直通過投資美國公司 和推廣面向全球觀眾的昂貴聯合製作 令這筆交易變得甜蜜 早在2012年中國房地產行業巨頭萬達集團 就是以26億美元收購美國第二大院線 其後中國的幾大公司 復星集團、阿里巴巴和騰訊等 也紛紛進入荷里活 而且投資領域也從產業鏈下游的院線 轉到上游的編劇、導演和製片等 到2016年中國企業對美國電影產業的投資 已經超過100億美元 萬達不僅主導AMC聘購了歐洲、北歐和澳洲的院線 令它成為全球最大的院線 還以35億美元收購了全期影業 並與索尼影視娛樂旗下Motion Picture Group 宣布達成戰略合作 復興國際也以約2億美元收購華納兄弟影業 前總裁羅賓洛夫 營運的初創公司Studio Aid 2016年12月 中共開始收緊了對海外的影城和娛樂業等領域的投資 2017年6月的中國資本市場風暴 令萬達和復興等集團遭遇貸款到期和股價下跌的雙重打擊 這些大科技公司的投資既有商業用途 背後也有中共的意圖 正如貝勒斯所說 中國的主要媒體公司 百度、騰訊、阿里巴巴 跟美國的這些同類公司完全不同 雖然他們的理論上是不受中共直接控制 但是中共的官員可以隨時介入 就好像他們最近處理滴滴出行一樣 貝勒斯在他的文章最後說 面對這種人益危險的局面 美國電影製片人必須做出選擇 他們可以繼續將自己擠進越來越少的盒子裡 以獲得越來越少的中國餡餅 說與美國電影協會合作 做有益於人類的事 並重新藝術自由 這個長此以往吸引世界的完全 荷里活的從業者們 你們還記得它以前是什麼樣子嗎 我們現在是一個人的 商量會、我們在香港 旅行的民間 封面的民間 我們在香港的民間 我們在香港的民間